是台湾莲花怀子 顶礼根本上师 莲生圣尊 弟子曾于一位没有信仰 且好谈哲学 与宗教的朋友聊天 他问 基督教的上帝 印度教的凡天 都是创世的造物主 应该是宇宙最伟大的存在 佛教承认创造宇宙的是凡天 而不是佛 为何又说佛比造物主更伟大 弟子无暇细想 只信口答 佛法是绝对 不是相对 基督教和印度教讲创造 也讲毁灭 这还局限在相对的概念里 但佛性是不生不灭的绝对 所以比创造极毁灭更深入 弟子有向有人解释这样 解释自己尚无能告诉他 什么是佛法的绝对 请问是否 对初接触佛教的人 弟子以上的回答 是否有疏漏或误导 该如何补充呢 其实他已经讲得还不错 蓮华白芝所讲的已经很不错 我们是这样子分的 所谓环天 印度教的环天 这个大环天 就是世界天的大环天王 跟基督教的上帝 其实基督教的上帝 跟犹太教的上帝 跟回教的上帝 跟天主教的上帝 跟东正教的上帝 是同一个上帝 是同一个上帝 按照佛教所讲的 佛为什么绝对呢 因为他已经不在六道轮回之中 不在六道轮回里面 环天 他至少能够沉住坏空 他可以一亿年 人间的一亿 一亿年之久 他的寿命有一亿年之久 不过 如果福报响尽 社界天福报响尽 仍然要在六道里面轮回 寿命很长 将近有一亿年之久 那么 也就是说 沉住坏空 都没有办法 去激素佛 但是沉住坏空 是可以激素到 这个所有人 无色界天 色界天 异界天 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 我们这样子讲 也就是说 环天跟上帝 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 所以我们皈依 我们讲皈依 就皈依 佛 皈依 佛 是佛是我们的师长 皈依法 就是 师长所讲的道理 我们跟着修 就可以到达佛的境界 皈依身 就是皈依 就是皈依 教导我们 佛法的 道办 教导我们 佛法的道办 就是皈依身 真正的皈依 就是这个样子 到最后 你会知道 你皈依 你皈依 佛 可以自皈依 为什么叫自皈依呢 就是皈依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佛性 你原来是有佛性的 什么是皈依法呢 皈依你本身 说法 行为 的 规矩 的法 这是佛法 就是等于皈依你自己的口 说法 说法跟行为 都包含在里面 什么是皈依身呢 你本然的 你身体本来是清净的 你自己就是一个出家的僧人 这个叫做三至皈依 就是身口意 皈依你自己的身口意 意就是佛法 口就是法 你自己清净的身体 就是身 就是皈依你自己的身口意 要懂得皈依的道理 那么为什么要皈依佛呢 因为他是离开六道轮回的 没有生之因 没有死之果 没有生死之因 也没有生死之果 圣经里面曾经写到 我们如果到了天堂 在启示录里面有 可以当一千年 一千年 跟着上帝 耶稣在一起 跟上帝 耶稣在一起 一千年 你到了天堂 跟上帝 跟上帝 耶稣在一起 有一千年 以后他就没有再讲 一千年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佛陀的道理是这样子讲 你归佛 我成就了佛以后 就离开轮回 不生不灭 这是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存在 我们要学习佛法 就是因为佛是结对 而不是相对 没有生没有死 有生有死 就是相对 无生无死 就是结对 这是回答 台湾的莲花 白芝所问的 其实他所讲的 也是对的 他所讲的 他所讲的 也是对的 密教 还有特别的皈依 四个皈依 这个皈依 这个 南无古鲁贝 为什么加了一个南无古鲁贝 因为只有上师 统色三宝 南无古鲁贝 就是表示 具德的上师 是统色的三宝 因为他可以 带象征着 他本身就是佛 他传的是佛法 传的是佛法 传的佛的法 又是佛 又是法 又是身 所以统色三宝的意思 因为只有南无古鲁贝 他能够教授 我们真正的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